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首席土木工程 被韓國瑜延攬進小內閣 首要之務就是協助韓國瑜市長 解決市區道路坑洞的問題 果然他不負眾望贏得市民肯定 他受邀在港都新聞行春特別節目轉訪中 暢談新年新希望 除了期盼道路水利建設更加順利外 也把握機會向市民拜年 祝福大家行春魯役發大財 副市長李四川百忙當中受邀錄製港都新聞特別節目 一開頭不免俗要跟觀眾朋友拜年賀青春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視頻同胞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工程背景出身李四川講話簡單俐落 不過對於市長韓國瑜特別重視 如何協助解決道路坑洞的問題 他可是展現專業能力 清楚說明 我們用的都是中綱的爐石 我看所有的蘇工年齡確實也依規定 來做這一個鋪設 所有的我們工務局的同仁也相當的辛苦 除了給他加油打氣以外 也在要求希望能夠嚴格的管控 我們所有的蘇工品質 所以在這一部分我都希望能夠在有限的資源 那在這個三月底之前我已經畫出二十幾條 大概從1999大概反映的比較不好的這一個道路 那希望在三月之前能夠把它全部鋪平 李四川要求用料不能馬虎 施工過程按部糾班 工程品質才會有保障 他還深夜到施工現場視察 贏得市民稱讚 至於同樣也是他負責督導的水利工程 李副市長也有獨到見解 我也要求我們水利局 盡速的希望在防信期來的這個之前 如果當然這個朱鴻池的施工可能會比較久一點 那一煙水的那個部分如果能夠馬上 包括增加搓水或是這一個側鍋的這一個改善 那大概這幾個月希望能夠盡視的把它完成 來自屏東出身捕魚家庭 李四川個性誠懇率直 北漂工作幾十年 如今被韓國瑜市長延覽入閣 南漂返回家鄉 李四川強調會全力協助市長 也希望市民對市府團隊有信心 並祝福大家新春如意 祝福所有我們高雄的市民 這個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當然是一定要賺大錢 賺大錢 這個大概是就恭喜發財 這個是每一個人最大的希望 我也希望我這個到高雄來 能夠為我們所有的市民做最好的服務 感謝大家 30分鐘訪談 副市長李四川跟主持人唱所預言 也讓人見到他真性情的一面 至於完整內容將在農曆春節期間播出 屆時敬請觀眾朋友鎖定高雄都會台第四頻道 晚間六點準時播出的港都新聞 港都新聞綜合報導 你們出 일 senin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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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